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本期乡图 你不知道的神木那些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图 本栏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继续播出春到榆林系列节目 陕北的神木县不光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 它足有七千多平方公里 而且是全国第一产梅大县 有梅都新城的梅玉 这次我们设置组在元宵节这一天来到了神木县 发现他们这儿好玩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做面花 剪纸 走九区黄河镇 爬二郎山等等 不过呢 最吸引我们编导目光的 却是另外几处风景 春到榆林 快乐 香菇 不滑冰车就叫没有来过神木 今天我就和咱们四位老大哥一起来比赛滑冰车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咱们就出发吧 一二三开始 我一开始就落后了 差点就搁浅了 不行 我发现滑这个冰车手得特别的用劲 我现在已经明显的落后了 好累啊 真的 胳膊已经使不上劲了 果然不出所料 毛毛的冰车搁浅了 师傅滑不动了 这怎么出来 你看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印子 然后滑不出去 好 不行 再一进到这个油 这样怎么滑才行 疼不疼师傅 不疼吗 摔起脚才叫滑冰车 就往后就 我老是这样直着 它就走不动 要这样是吗 往后就 我说胳膊特别疼 但是车走不动 就是那个原因 这样的 这些土生土长的大叔们滑得可是不含糊 再看看这冰上摩托 没有大叔手把手的调教毛毛 不知道又会出什么状况 可能有人好奇了 这么大面积的冰面 在黄土高坡的陕北 可不多见 原来它就是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 也是陕西最大的湖泊 红解闹 闹也是蒙古语湖泊的意思 可是你知道吗 这湖的背后还有动人的故事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冰面 到了三月就成了一汪清澈的湖水 在当地也被叫做昭军泪 传说当年王昭军远嫁匈奴 下马回望 万般感慨涌动心间 流下了难以还乡的眼泪 神奇红解闹 一滴昭军泪 流传着昭军初赛 气美动人的故事 紧邻着厄尔多斯和茅乌素沙漠 神木自古就是边关要塞 温暖的蒙古包 飘香的烤全羊 让每一位到来的客人 都暖到了心坎里 你在干嘛 我在捕鱼啊 捕鱼不是要先砸兵吗 捕不到鱼 我信你试试看 那试试就试试 我就不信了 这三十四平方公里的湖面 捕不着鱼啊 你看这马上这个水都要出来了 看到杨师傅那么肯定 茅茅一肚子的不服气 发誓绝冰三尺也要捕到鱼 我们想试一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 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一根竹棍 这个竹棍呢 是两根竹棍接起来的啊 大概有多长啊这个 一层四米 四米是吗 一层四米两根八米 两根八米 这样 哇 来 看这个接点快进去了 这已经有四米了啊 哇 到点了是不是 到点了 大概有几米 大概五米 五米的样子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水并不是最深的地方 不是啊 最深的地方是八米 我就不信今天捕不着鱼 如果能捕着鱼怎么办 不信就信 如果能捕着怎么办 捕上换鱼 捕着换鱼 我吃炖鱼好不好 给你吃炖鱼炖鱼 炖咱们在红姐闹的大狐鱼啊 可以 在老乡的协助下 开始凿兵捕鱼了 对于这新型工具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往这 穿线的作用 等一下带线器 就是要把这个网放下去的 对了 它先带一个线子了 一会我们就要跟着这个 穿线器一起走啊 通过这个兵能够看到 它的走向是吗 对 它到这边来了 它带着一根红的一根 雕 在哪在哪 又看不见了 我发现啊 在这个湖上捕鱼 真的得有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 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这不注意看 对对对 看见了 一个亮点 闪闪的 闪闪的 闪闪亮点 闪闪亮点 到那 到这边了 这 这 对对对 你看 就是一闪一闪的 一个小亮点 先找好下网的冰眼 然后放进根线器 在它的行进下 带动鱼线穿过冰面 再凿出出网的冰眼 就能拉出鱼网了 这个地方可以再打一个洞了 对 好 好 好了 一来就出来了 一来就出来了 哇 我们一直跟它跟了好久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那根线 从那边就穿到这边 对 和到那边 这洞也凿了 网也下了 毛毛就满心欢喜地 坐等鱼儿破冰而出了 来 我们现在试一下 手手网看看 对 肯定能补到鱼吧 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失望之余 听老乡们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前些年 这洪简闹是有鱼的 可是由于降雨量的减少 和生态环境的隐患 导致水位下降 鱼儿几乎是看不到了 不过 随着保护区的补水修复和投放鱼苗 据说 今年的十月份 就能开湖撒大王捕大鱼了 不过 这次 我们就只能空手而归了吗 不行 我们就去附近的鱼塘 再碰碰运气 来到老乡自家的鱼塘 梁师傅他们用了同样的冰下捕鱼方式 只是 这次 不会再让我们失望了吧 我们现在开始收碗了 感觉这个碗好沉 队呢 要是拉不上来 他们都说 您吹粼 真的开吹 哇 大一条 鲁鱼 里面 所以您这一条一直 我这边做 controle 是什么样 炼雨鲁鱼 啊 哇 还不少呢 有一点有 哈哈 輒涝 江南师傅真的是经验丰富 看来一直沿用的传统捕鱼法还真管用 捕上来的肥美狐鱼马上就要下锅顿了 这是一会儿要放的佐料 葱姜蒜 花椒 辣椒 还有这是八角 基本上就是一些咱们平常用的一些调料 没有太多精细的调料 品的就是这份新鲜滋味 现在的感觉跟我们刚才在湖上又冷又饿的感觉 简直是天壤之别 觉得特别的幸福 又香又温暖 热气腾腾的大顿鱼 一上桌大家就迫不及待了 有人还眼含高歌来助兴 您能听懂他们唱的是什么吗 你唱一句我喝一杯 这酒曲听着听着 不知不觉就把人喝尽兴了 对于爱好饮的神木人来说 无酒不成宴 有酒就有曲 世代居住在红简闹的老乡 受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 粗广豪迈 不管男女都喜欢饮酒唱曲 借着高亢激昂的歌声 把心里想要说的话而吐出来 一声声悠扬传情的酒曲 让每一位到来的客人沉醉流连 帅小伙九曲唱得好听 不过这位奶奶秧个扭得更带劲 在神木 她的大名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俊俏的扮相 滑稽的表演 让看得人乐得合不拢嘴 可是生活中的奶奶并不快乐 她生的是哪门子气 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翘奶奶怎么把泪流 砖马黄泥成了神 千年宝贝地里找 杨家枪法最难防 想要知道陕北黄土高坡的新老故事 请继续收看乡土 你不知道的神木那些事 我说你男不男女不女 说我是不好听的话 男人们你为什么抓这么丑脖子 老太婆 你们些人的笑话 对我们家人也引起来反对 尤其我们的儿女媳妇子 我一个大家庭 连我的老伴也反对 原来李奶奶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奶奶 而是一位爷爷 本名李焕忠 今年整八十的他 已经在秧歌里演了五十年的老太太 正如他自己所说 男扮女装五十年 太多人的嘲笑和不理解 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可是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还要演 这到底是图个啥呢 我母亲把我当吃宝宝了 真是要醒醒不敢给予了 就要我也怎么怕我活不了了 在我记忆里边九岁后 我母亲去世了 就靠我的父亲把我拉扯回来 由我的祖母了 真是看不出来 整天乐呵呵的李爷爷 从小就是个苦命的娃 九岁妈妈去世 祖母一手把她拉扯大 七十多年了 没有一天不思念自己的妈妈 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她说做梦都想有妈妈的温暖 而一说到妈妈 老人家就很心酸 那些母亲把那儿女那么疼 哎呀真是羡慕人家了 很想起来 我失去不该的朋友 朋友不感受到 我看到我现在的儿女 更幸福了 很多年的 七十年过去了 我现在已经巴上的 就是老年人 还失业我的母亲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特别理解你 这么多年就是 为什么 对阎老太太感情这么深 其实就是内心在想妈妈 我 多多年 我年子 长六年 长四年 旁人都不打击小坏 我一直坚持 要为 纪念我的母亲 和我的祖母 我精神 自助 能支持到现在 八十岁上 心里揣着对妈妈 无限的爱 旁人的眼光 非裔又算个啥 五十年的摸索积累 李老师早已把老太太演的 入幕三分 出神入化 看看她的行头 从服装到头饰 真是用心呢 跳不动的时候不跳吧 到了其实 这几年来来 电影 黑要么反对 反对不如 来俩投紫 李老师一手创办的 神木丑场子 秧歌艺术团 一到逢年过节 就忙着赶场子 这不 老的少的 涂涂摸摸 又开始准备 一天的演出了 听李老师说呀 他们团有五朵金花 个个貌美如花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我就非常的好奇 这五朵金花 到底有多美呢 相信您跟我一样 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们看 他们已经来了 奶奶们 你们好 真的是太美了 一个个的 那个奶奶 您是 我是叫李爱花 李爱花 您呢 你姓花 您呢 我是李美花 您呢 我是老四 翠特花 您 我是老五 高翠花 哎呀 我觉得真是惊着我了 这个是叫什么呀 火罐 火罐 火罐因 为什么会有火罐因呢 它是为了偷偷 不吃药 就是没办法 为什么都长一颗痣 找个猴子 找出业来 长得猴子 是个猴子 我也有了 也得猴子 咱们这个丑场的老婆婆 有几个标志性的动作 比如说有什么走啊 扭啊 甩啊 都是怎么表现的 我看头 这个是有少女的 头发 哦 你这头发 还是个爱美的婆婆 哦 本来老了 骑个鱼 骑上鱼 逐渐逐渐走着了 哈哈哈哈 啊 骑着猴子的婆婆 就看见那个走得好 演得好 嗯 我也要学了 哦 就是说咱们这四位奶奶 都是跟李老师学的 是吗 嗯 这话在这头 你看 哦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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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凤朝阳 单凤朝阳 双凤朝阳 哦 双凤朝阳 还有呢 还有了 嗯 夜南飞 夜 哈哈哈哈 这是 表示很高兴的老太太 是吗 守务主导的 守务主导的老太太 哈哈哈哈 我觉得特别外向的老太太 啊 太不愣 哎 哈哈哈哈 您这这点的这个白的是什么呀 狗就狗就狗的狗屎 狗屎 白狗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五十岁 五十三 您演的这个角色是几岁的 二十来回的 二十来岁 二十来回的 很天真 很活泼 也就是说咱阿姨心里住了一个小孩 是吧 哈哈哈哈 所以才能把这个二不乐演的 微妙微笑 哦 老太太各有各的滑稽风趣 她们都属于陕北洋个丑场子中的丑角 能逗乐 能搞笑 夸张 诙谐 最有名的戏 就是老王八送闺女了 你看 这蛮汉蛮婆 二不愣 把忙老汉和她的大龄傻闺女一家演得活灵活现 虽然丑 但是咱丑中见美 丑而不俗 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都融在戏里了 是不是很夸张 热辣辣的韵味 活脱脱一幅陕北风情画 把戏 歌 诗 乐 融为一体的神木传统秧根 实实在在 承载了上世纪 人们对陕北农耕生产生活的点点记忆 在神木 这瑞雪说来就来 不过 阻挡不了毛毛干活的热情 他们这悄悄打打的 又是在做什么呢 那今天我就跟您一起来做个火盘馆好不好 水泥做过以后它这个会产生裂缝 这个火一烧的话它越烧越磁石 这跟那个漆房子也差不多 对对对 跟漆房子一样的 这样行吗 再把它压磁石了 压磁石 好 咱们做一个火盘馆大概要用多少块砖呢 2000 2000到2005 相当于咱们盖房子的一间小房子 对对对 听说这个火盘馆其实是中奎的化身 中奎的化身 所以说它面部看个很凶神恶草 但是它内心是特别善良的 叫茂奇特 像茂奇特 铁面求然 但是它内心特别 钢脂不阿一生正气 到底什么样 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用砖瓦砌好了外形 就可以抹泥了 我们戴了手套 足足三遍的黄泥涂抹周身 为的是牢固耐烧 晾干后就可以上颜色了 在节日里 火盘馆们也被应景地涂抹上各种颜色 你看 听喜庆吧 真的是好暖和 走在咱们这个高家坡 还是觉得很冷 很风凛冽 但是有这个火盘官在这就觉得真的很温暖 是的 36个火盘官 代表一年的360天 是年年如火 它那个性情高烈如火 保佑一方水土 就是说刚之不阿 据《榆林世智》中记载 一到正月 这城门口的火盘官就烈火熊熊 八孔喷火 把城里的邪气力气去赶开来 是神木人心中真正的守护神 高家坡古镇始建于明代 这里曾经商谷云集非常的繁华 而如今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稀烈的风采 古老的街道 沧桑的城楼 也是陕北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 民间传说 康熙曾经驾兴这里 街道四通八达 城楼飞檐峭角 古朴典养 素以三十六营捕之官 称雄陕北边赛 它北通河套 南街河东 是显和一时的军事商贸重镇 最繁盛时 这里曾经驻兵近两千人 不过这些和不远处的杨家城 繁盛时军民两万人比起来 还是稍训一筹 看看这险要的地势 建在山顶之上 面临悬崖沟壑守南宫 走在杨家城的路上 我们发现 这有一排石墙 石墙的石头特别有特色 它们大小都差不多 那沈老师我想问一下 怎么会有这样的石头 这个叫雷石 我一切多年来 它是倒地的材料 取回来以后 经过解带的打磨 形成能拱动的石头 还有一种拱木 这两种东西放在伞败上 去防护水 请留着雷石 把木头和雷石拱下去 它就不敢上了 就一个起一个左挡的水 而一个起正式的水 这是您在哪儿 就是捡到的或挖到的呀 都在那个城里面 城里面 感觉特别有年代感 是不是 它这上面都是这个绣 绣级斑斑的 好像是车柱上两头的帽子 这还不是说咱们平常用的东西 重宁通宝 重宁通宝 你看这上面的四个字 老乡们说 在杨家城出土过太多的石器 兵器和陶瓦残片 说明了这里曾经经济军事的繁盛 据当地老乡介绍 神木古时候叫林州 是杨家将领军人物杨叶的故乡 杨家三代主政林州半个世纪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杨家城 从杨叶之父洪信 到知子杨延昭 孙子杨文广 几代抗敌宝鞭 爱国善战 忠义仁勇的传奇英雄形象 深入人心 代代相传 看师父的杨家枪穷尽有力 是不是有种去似箭 回如线 手及眼快 扎人面的感觉 这杨家枪也被形容为 神出鬼没 招招致命的武林第一枪法 杨家枪从过去的武术流派 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容长枪 刀剑等为一体的健身方式了 昔日的屯兵重镇 早已淹没岁月的潮汐中 长烟落日 孤城壁 浊酒一杯 家万里 逝去的是历史 留下的却是佳话 神木继续着 他的神奇故事 您看不管是红简闹 冰下捕鱼 丑场子大秧歌 还有这说不完道不尽的 杨家成传奇 都是神木独有的风景 我们不知道的神木那些事 还有很多 等待大家继续去感受 去发现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 更多信息 请您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我们欢迎广大观众 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地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见 48口人之家 出了12名大学生 12名硕士生 和两名博士生 在他们家过年 有一点特别 新年快乐 面花来开会 您能猜出 这都是什么动物吗 初六过小年 平安书送来祝福 有子归乡 家人团聚 这里的年 过得有滋有味 下棋乡图 一起去榆林市 紫州县的三户人家 跟着他们一起 过个热闹年